安安的迷信的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朱德剛 來自花蓮的朱德剛 我是來自基隆的林玉品阿喜 我是來自文山區的亮澤 這個問題問得非常好 我們由亮澤來發言 這個劇情它其實綁在很簡單的 就是都市裡面發生了很簡單的情節 比如說 機車跟機車之間的鬥爭 比如說我們常常在馬路上 看到有些什麼飆車主阿 巴桑阿 再來就回歸到都市 愛情 偷情 這樣的一個小議題裡面來講說 辦公室裡面有三個人 Peter Paul Mary這三個人發生了什麼事情 他就是演社老大 發自內心的 我就是那個俗辣的小員工 然後我就是一昧地暗戀他的那個 他就是內心很狂熱但外表很保守的 對 就是他 他其實是人的故事 他其實是一個角色困境的故事 就是說我們每一個演員在舞台上面 碰到了太多太多的困境 然後我們要一直不斷地解決 就是國修老師說的 就是說喜劇其實就是 演員碰到了很多的困境 然後你要去解決這個困境 它就會造成很多很多的笑量 各位觀眾可以看到 我們每一個演員時說 渾身解數 然後要去解決這些困境 然後鬥出很多的笑點 我覺得好可怕 害怕的對手 杜思梅啊 怎麼說 他就是天地變色 然後還坐在那邊 當作沒事一樣 他就… 他實在是一個三人形形的 老屁股 常情形 他是常情形 每次看到他在台上的時候 在發生什麼事情的時候 杜思梅是整個背對觀察 然後他在那邊就是呈現一個 完全放空 在那邊放空 真的假的 真的 他每一場都這樣 所以如果說有跟杜思梅合作的人 你們就可以承受一下 阿喜也放空過了 那這兩種放空嗎 這兩種放空不一樣 因為師妹姐 他已經是可以自動導航 就是他放空了 他也知道他下一拍一定會接到 哇 但是我是就是真的不小心 忘了自己該幹嘛 哇 好舒服啊 好好看喔 BIP BIP很近 但這套拳打得不錯 然後他氣到過來打我耶 真的空到 該跑了 幹什麼 我直接從他屁股 航下去了 為什麼突然打我 他要走了 他要走了 這個我最容易NG了 但是他是真的是 最常救我的人 好 反正就是因為我也是要自己0.5秒轉換一個角色嘛 然後我有我的道具是帽子 那中間有另外一個演的是米雪 他是一個酒家女 然後還有一個很漂亮的披荊 結果我 就那一場我要把那個帽子戴上 結果我一戴上 那個披荊就還留在我的身上 然後我就跑去後台 接著要換下一個角色 是一個上海太太 然後戴著紅色的眼鏡 然後一出來他就看到 我身上有披荊 又有眼鏡 然後他就一直看著 我想說我在等他發動啊 為什麼還不講太太 一直不講 到底要把他認成米雪 還是要把他認成劉太太 然後我接著就想說 他為什麼一直接近我 不想台積一直接近我 他就說 米雪你為什麼要一直在劉太太的身上 然後我就看著我的那個披荊 你這樣拿出自己的相 觀眾不知道我還有回頭看他一次 這個亮哲跟阿喜 就是你看 就是透過舞台劇 舞台劇真的是一個練功的好地方 亮哲你看 從一個這麼知名的一個外景主持人 然後還有阿喜 這麼知名的網紅對不對 可是他們現在都已經在舞台劇這一塊 就是在戲劇這一塊的話 已經做了很多很多的努力 我覺得說舞台劇最大的不一樣是什麼 舞台劇最大的魅力就是因為 這個演員他在台上活著 他跟所有的觀眾一起活在 同一個空間裡面 一起享受戲劇的節奏 一起享受戲劇的呼吸 一起享受戲劇的快樂 跟悲傷 這個東西是舞台劇最大最大的魅力 接下來是4月13、14號 在新北市的板橋 新北市藝文中心 再來接下來就是還有澎湖啊 然後還有青北啊 嘉義 真的有興趣的觀眾朋友們 然後就是去兩廳院售票系統 或者是上亮堂文創的粉絲專頁 就會有相關的資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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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tro 值得 нал為 谢谢大家